都拉成语故事 圆木求鱼 战国时期,七雄纷争,战乱频繁 孟子云游列国,推行人政 最后被齐宣王败为克卿 有一回,齐宣王和孟子闲聊 孟子问道 大王,您让将士冒死攻打他国 难道打败了别的国家,您才感到高兴吗? 齐宣王回答说 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最大的欲望 孟子又追问 那什么才是齐宣王最大的欲望? 是因为不够吃,不够穿 还是因为宫中的珍宝太差,音乐不动听? 齐宣王说,都不是 孟子说 哦,那么我明白了 大王最大的欲望是征服天下 称雄于诸侯 可是,如果用您这种方法去满足您的欲望 就好像原木求鱼 爬到树上去抓一条鱼 一样肯定会徒劳无功的 齐宣王精问道 事情真有这么严重吗? 孟子说 孟子说 恐怕比这还要严重 爬到树上去捉鱼 顶多就是抓不到鱼 还不至于有什么祸害 如果想用武力来满足自己 称霸天下的欲望 不但达不到目的 反而还会招来祸患 说完,孟子又举例说明 弱国不能与强国为敌 小国不能与大国为敌 齐国不能与天下为敌的道理 要齐宣王实行仁政 齐宣王最终听从了孟子的主张 于是,后人从孟子和齐宣王的故事中 总结出了圆木求鱼这个成语 流传至今 圆木求鱼 就是说爬到树上去找鱼 比喻方向或方法不对头 不可能达到目的 额 感谢观看